欢迎各位观众 我是陈雅玲 欢迎收看台湾大头条 柯文哲要盖评价社会住宅 今报17个基地旁的建商很不爽 因为担心附近房价会被拉低 党人裁弱 放话说要给都发局长好看 先来看关键这一秒 其实大家最怕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房地合一 或是什么连开展 最怕的就是那个5万户的社会住宅 因为5万户社会住宅不是只有影响台北市 当台北市的房价跌的时候 新北市也跟着跌 全部的也会跟着跌 因为它是一个开始 龙某某公司 卫造法国托尔多地区生产的红酒 于民国97年一直到104年 卖出混装红酒 大概有44余万瓶 一次流向红酒的中盘跟小盘金交商 我放这些红酒就完整了 请了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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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我去我去我 好了 我们这边看这边这边 好 您把它抬拆一下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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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天我跟我们一起说 五种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很浅情的地方 所以我要考虑要搬到高雄来住 好 我先来看一个车祸的现场 在今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有一辆载着三个职场大轮轴的拖板车 从国道1号中港交流到这边要下来 疑似因为是砸到了波度太陡了 轮轴又太重 那么三个重打18吨的轮轴 就从车上滑落下来砸中了一辆轿车 拖板车的这个车头也被压扁了 连线给记者温千元 来我们报道 千元 好 主播请来大吊车要吊起大轮轴 轮轴一个是重打6吨 现场一共有三个 总共是18吨 原本是由一旁这台拖板车来载运 却在下交流道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拖板车自己的车头也被轮轴给压扁 现场还有一台轿车被波及 但幸运的是两台车的驾驶都毫发无伤 别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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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要怎么发现 它是拖板车流行司机 坐上警车要到派出所做笔录 而另一头呢 这位是被无辜波及的受害车主 波及波两个啊 它这个波视镜啊 前面那个引擎盖的引擎通风口破损这样 对面车车炸过来 过来的时候 用一个平安一个下来 它撞到水泥会碰上来的 这样而已 你会觉得很无辜 很无辜啊 要下档喔 会啊 怕着就对了 下午一点多发生在国一中港交流道附近的车祸意外 这个拖板车呢 当时是载了三个重达18吨的职场大轮轴 可能是因为这个闸道坡度比较陡 而这个轮轴呢又非常的重 一下子全掉了下来 也造成这个台湾大道往龙井方向大塞车 先将时间镜头交还给部内主播 好 另外又查货有黑心食品了 这一次是海带 卫生主彻查全台化工行产品的流向 结果在屏东的一间材料行发现有海带业者 竟然把工业籍添加物碳酸氢胺 用来软化海带 那么黑心海带不只是销售到高雄的传统市场 黑心工业原料恐怕还流窜全台湾 到底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妙新 来我们报道 妙新 这一次又查货了黑心的食品 这次是黑心的海带 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呢 高雄的检方带着卫生局到大树的这个名栽里面 查货了大批工业用的碳酸氢胺 而这些工业用的原料 竟然被这个业者拿去用来浸泡包 化了海绒 海带丝 海带等等 那么现场还查获了总共有72桶 这么多的海带的这个原料 通通一次都已经让民众给吃下肚了 我们听听看卫生局的说法 我们现场就查期到 它现场摆放了有58包 这些氨粉 反粉或者是所谓碳酸钠 工业用的原料 58包 每包是25公斤 那有一部分的是已经拆开在使用 好 那么卫生局是接获民众现报 查到了上游这个工业原料的用品 那么检方表示碳酸氢胺 常常用来软化跟洗涤皮革 如果民众给吃下肚清神代谢会变差 也会造成肝肾的负担 对人体的影响相当的大 那么卫生局目前追出这个原料的供应业者 他们不只是供应给高雄市的 这一些海带的业者 每天大概有销售2000到3000斤的海带 同时他们还有一次供应原料给台中 包括还有屏东的业者 所以说这个黑鲜海带疑似已经流窜全台了 目前卫生局先把这些东西都给贴上了封条 并且要业者战行作业要回收 同时要追这些黑鲜海带的流向 以上是目前我们掌握的这些状况 台湾地区最近将会进入部分的限水阶段 远在南美洲的巴西圣保罗 最近也因为干旱正在进行起雨的游行 但尴尬的是其实在一个月之前 他们是饱受洪水的侵袭的 尤其他们因为巴西长期赶发雨林 亮出了淹水灾情的暴雨 而且这个雨有多大呢 他们形容说好像海啸来袭一样 待会自己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左上角的地下室出入口 一台汽车匆忙开进来 没想到跟在后面的居然是滚滚洪水 仿佛海啸一般冲进地下停车场 夸张的淹水场景发生在巴西 不过还不止如此 混杂泥沙的大水中停着一台汽车 这里不是河流中央 而是大马路 只见驾驶苦苦挣扎 哪知道下一秒飘来的一棵大树 驾驶连人怠数消失在大水里 另外证明女性运气比较好 在路人帮助之下 成功离开受困水中的车辆 上个月底巴西圣保罗才饱受洪水袭击 河流氾濫 机场关闭 甚至还有土石流 不过尴尬的是 圣保罗这两天竟然展开奇雨游行活动 雨伞 雨衣 各种下雨道具通通出楼 居民在宗教人士带领下走上街头起雨 圣保罗正面临八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由于巴西长久以来不断砍伐亚马逊雨林 造成没有树木可以除水 上个月底的暴雨白白浪费 只让圣保罗的主要水库库存 从5%上升到13% 一个月前淹水 一个月后起雨 圣保罗处境尴尬 眼看接下来巴西即将进入干净 影响层面恐怕会继续扩大 三地新闻终于号报导 而方面来袭呢 今天北部地区都在下雨 咱们的干旱问题 是不是能够稍微解决一下呢 没错这个水库总算有一点进账了 十门水库管理中心 今天中午实施人工造雨 那么十门水库的水位上升了4公分 是可以多供6天水的 好 画面中您可以看到 这十门水库的周遭总共染犯 有五支的这个燕季 那么后来呢 这个下起间歇性的大雨 因为雨是多半集中在平地 集水区只有阴天而已 那么水库管理中心 实施这样的人工增雨的方式 水位从中午的217.17公尺 上升到217.21公尺 大概是4公分 那么多了十万多吨的水可以用 周遭上雨是说 今天晚上到明天 还有一波明显的雨是 很期待这个水库可以再进账 而今天全球瞩目的 就是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 因为肺炎恶化 于台湾时间今天凌晨3点18分 在医院过世 享受91岁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请您安息吧 讲到数度哽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陈同宣布自己的父亲 同时也是主导新加坡政坛 与半世纪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因肺炎恶化 23号不幸辞世 享受91岁 国际社会同声哀悼 包括美国 中国 澳洲 纽西兰 印尼 菲律宾等国 都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 肯定李光耀的不凡成就 南韩总统蒲锦惠也深表哀悼 称李光耀是全世界领导人的榜样 与李光耀有着特殊情感的他 第一次与李光耀见面 正是在1979年 父亲蒲正希遇刺前一周 在蒲锦惠心中 李光耀待他 犹如父亲一般慈祥 新加坡中央医院钱堆满哀悼花束 全国更降伴起一周 已是哀痛 带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 晋升第一世界成为亚洲重要金融中心 新加坡的连结纪律局势呈现 尽管李光耀的铁腕作风 引发不少争议 但这位亚洲强人领袖 中期医生带领新加坡繁荣富强 历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 下来新闻 纵路报道 另外来看一个最新消息 中华男族才传出捷报 确定晋级世界杯资格赛的第二轮 没想到今天传出族协理事长林正义 被人检举在金山地区 卖林古塔诈欺上议员 金融地检署指挥北极组侦办 要查清这一起诈欺案 那么晚间林正义已经被送到基隆地检署 进一步复训了 还有国一事业董作人士大班峰 成为今天立法院质询的焦点 阶级部长邓正中今天证实说 台延的新任董事长这个人事令 已经是发布了 就是由这个前众委员杨秋新来接任 那么究竟这样的人选是怎么决定的呢 绿营立委就指引说 这根本就是由马总统安插自己的人马 是这样的一个任命案 国基金部长否认马总统有干预 反召立委呛响说 马总统如果没插手 这是很小 自来学董事长现身立法院 澄清自己没有要走人 博士刘正宏接任是空穴来风 本来传出要下台的 通通被轮番叫上台 那你什么时候被告知要下台 我在农历前大概十天吧 国英董做一个一个排排站 要粉碎政治酬庸的传言 但台延董事长确定换人 由前政务委员杨秋新来接任 你说马英九没有交代你 他没有交代我 他之前别人交代你 他没有交代我 因为我回答你 不准在喷下 我们也执政过 我们也执政过 总统马英九不一定亲自 把你交代面前跟你交代这个事情 但你说他没有交代 你就突然想到杨秋新 可以当台延的董事长 他有台水公司的需求 我们觉得他应该可以 不长 我们再讲一遍 明明要接台延却讲成台水 可见这项人事案 主管单位经济部长 有多不熟悉 长江万里千里必有欲区 没有所谓的委屈 没有委屈 被质疑马总统主导人事案 不止杨秋新一个人 台延由杨秋新接任 台水外传室前苗栗县县长刘正宏 全米董做内定前总统府发言人 范江泰基 怀能海运是前新竹市长许明才 但里头就属这一个人最尴尬 被告知做到什么时候 3月20号 被告知做到3月20号 是 那今天几号 后来是因为 接任的人他不行 接任的人不来 所以叫你继续做 是 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垫背就对了 人家不来 所以你继续做 这个是侮辱你嘛 董事长 明明被告知做到3月20号 却因为范江泰基 临时不来了 所以得继续顶 国英董做本来是拼绩效的职位 却被外界质疑 沦为安慰 失忆政客的地方 三零新闻 林文富白 乔英台北乔报道 好来看又出现 灰刀呛瞎的惊悚场面 而且这个地点呢 就在我国最高学府 台大旁边的巷子里头 好一名台湾大学的男同学 他在牵他的卡打架的时候 一次不小心就弄倒了 这位穿白衣服 这个阿伯的卡打架 结果呢 阿伯就怒不可疑 不止高声地 痛骂这名男大学生 甚至他还拿出了 一把长约20公分的尖刀 在那边不断不断地挥舞 那么眼看这个男大学生 已经都被逼到门边了 还一直鞠躬道歉 都没有退路了 那旁边你看 有人想要劝架嘛 但也没有人敢靠近 因为这个阿伯 就拿着一把长刀 带你自己 白色上衣的阿伯越讲越气愤 手一边挥舞 一边步步逼近 这名学生 学生被逼到墙角 退到不能再退 手还不自主往前挡 因为实在太吓人 阿伯手上拿的可是 长达20公分的尖刀 阿伯控制不住情绪 举起刀做事就要一刀砍下 学生吓到脸色发白 声音越来越微弱 附近老板出来劝架 学生双手合十 一边不停鞠躬 阿伯才收起刀子 讲到当天状况 出面劝架的老板 也吓了好大一跳 阿伯是不是真的癌症末期 没人知道 附近邻居只知道 他年约55岁 平常就会在这条巷子跟公园 骑脚踏车 把家当都挂在上头 而这条小巷 每天都有很多台大学生 骑脚踏车来这边买晚餐 阿伯可能误以为 学生动了脚踏车 才会这么生气 只是再看一次 只是因为脚踏车被动过 情绪也未免太过激动 索性学生最后毫髮无伤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好 再来看就是 杰格胸的劣质红酒 老套吃饭 很多人喜欢配红酒 可是你喝下肚的可能是仿冒品 调查局新北市调处 日前查获了进口红酒大厂龙蛇兰公司 从97年开始 涉嫌从西班牙从智利买一些廉价劣质的原料酒 然后到台湾之后把它分装之后 再冒充成为法国原装进口酒 那么到现在已经有多达44万多品被民众给喝下肚了 而一瓶要价七八百块钱的红酒 结果它的成本竟然只要几十块钱 可恶的厂商几年来已经销了上帝远的暴力 杯子拿在手中转牙转红酒的滋味 是许多老套一定要品尝的味道 但你知道喝下肚的可能都是仿冒酒吗 可以装多少 七度 七度 近到知名进口酒商龙蛇兰在彰化的工厂 一个个巨大金属除酒槽映入眼帘 这些全部都是从西班牙智利买进来的便宜劣质原料酒 放在柜上一箱箱红酒 打着来自法国的原装进口招牌 但事实上内容物通通都是给 分装好后再贴上自己印制的原厂标签 看起来就跟进口的一模一样 至少已经有44万多瓶被民众喝下肚 分装的过程中 它并没有按照这个是国外知名的酒厂 从木桶里面直接来分流 那它装配的过程之中 它有的是用金属容器来装 粗糙的分装方式 假冒酒可能会有重金属污染的疑虑 喝多可能伤身 但劣质酒商哪想这么多 因为已经流入市面的红酒 其中像是这瓶明日之星 要价700元成本却制药几十元 暴力至少超过10倍 从97年开始获利超过1亿元 流向它相关的是红酒的中盘跟小盘金销商 这些中小盘的金销商 再将这些红酒卖给各个的相关的队通路 那此部分我们仍然会继续对追查 连些负责人被警方依照诈欺 标示不实等罪嫌引送 现在将还要继续调查 经销商通路是否也有涉案其中 先说六条王主新北市报道 再看台北市真的是改变成真的 这违建已经拆光光 好 是有立即危险的这些违建 被柯P所点名的 去年南港违建大火烧出了台北市的公安问题 那么那个时候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刚刚上任 他就下令说要清查台北市 有立即危险的这些违建 而且限期3月20号要全部改善 好 3月20号礼拜五嘛 好 是不是有改善了呢 经过一个6日 今天要开始强制来拆除了 结果发现了 哇 全部226户 被这个列表的这些违建户 全部都如期改善了 好了 柯P呢 他就非常的满意哦 他就说 对嘛 你看就是要这样做 你看改变成真 真的是改变成真的 同时呢 他还搬出了这个 14年前购买的救灾指挥车 经过了马英九还有浩龙斌 都没有使用过 他把搬出来 他承诺呢 要把救灾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好 这是一个行动的救灾指挥车 带你来看 屋顶全先了 塑胶帆布倒掉大雨滴滴答答 全往屋里流 家中闹水灾 阿嬷跪在地板拿抹布不停地擦 拆下暗门板砖头钢条只能掀割着 北市府拆违建不手软 雨气透露无奈 无肉偏逢连夜雨 让他们处境堪忧 但公安问题刻不容缓 违建最后和平拆除 可批很满意 但脚步不停歇 一大早又上工了 难道台北市政府没有一个前进指挥车吗 不然他说有 14年前买了一台 那从来没用过 那我说从来没用过 那我来看看 那今天早上去验收一下 果然不行 因为只要把那个引擎关掉 柴油引擎关掉 那灯也停了 那个冷气也没有 台北市政府顾问洪志宽再点出抛照 救灾指挥车便现成会议室 柯比直接开启程会 顺便做救灾体检 该揪的通通不放过 紧盯每个小螺丝钉都得要好好拴紧才行 三星人综合报道 好 另外一个开闸 另外一个改变成真 就是白台中的BRT争议 好 从胡志强那时候赶着上路开始呢 就很多的争议 那么新任的市长林嘉隆拼百日油感 他一上任之后就拿这个BRT开刀 成立了一个体检小组 那么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讨论研究之后 好 今天公布了 就是把这个BRT改成公车专用道 除了现行的BRT之外 那么就是行驶在台湾大道 那未来呢 就是公车的 也可以来走这样的一个专用道 预计7月8号可以上路 不过有人执意说 那这样子到底会不会造成台湾大道大塞车呢 可是BRT上路的时候 也也是造成有塞车的问题 所以经过这个体检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改变 总之这一条不再只能行驶BRT 带您来看台中的改变成真 台中BRT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 最自豪的政绩 不过现任市长林嘉隆决定 第一刀就挥向BRT 把BRT给废了 7月8号起跟公车一块走 专用道BRT改名为双结公车 本就不是真正的BRT 也因此 这个还没有出生的BRT 就没有所谓 废与不废的问题 现行的BRT没有独立专用路权 缺乏优先号制 行控中心虚设 被林嘉隆批骗局 路要改设备缺失多 改善成本风险高 因此将改为优化公车专用道 BRT改叫做300号公车 加入584公车 每日车次可达1000车次 由行动中心调度车辆 搬去2.5分钟就一搬 还可想10公里免费 未来进出月台 将不用在闸门口进行刷卡 BRT的车上 也将装设一个刷卡机 新上路后的优化公车专用道 公车只能执行 不能左右转 搬车道保留两路线公车 停靠小车站 以解决赛车问题 就还蛮快的 交通也都比较方便 对啊 车子也都还蛮多的 这不会塞紫 对啊 至于月台门是不是要拆 为目前还没有验收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不确定功能是什么 验收后再决定 但是确定的是 从7月8号起 BRT这几个字 也将一并去掉 这里属的林博彦 林海权无一辙 他就报告 再来看这款的导游 就是有领队呢 带一团到北海道去旅游 本来应该要负责照顾全团的 没想到自己这样子喝猫了 反而要人家照顾 团员拍下画面 只见这个领队 他的脚就这样跨在椅子上 然后呢 手撑着腰 撑90度 站着也能够睡着 那么原来他一度醉倒在电梯 让大家哭等 最后来看呢 还是团员扶着他走出饭店的 满身酒器 上飞机还被空姐给请出去 那么团员说 这不仅有失专业 而且很丢脸 白矮白雪 构成一幅美丽的银白世界 冬天的北海道越冷 观光人气越旺 严小姐一家四口 开心参加五天四夜旅行团 没想到应该要照顾大家的领队 却成了这副模样 你们的小费都给了吗 很美 画面中领队就像定格一般 学着头眼镜都快掉了 一只脚跨在椅子上 手扶着腰身体呈现90度 因为他已经喝忙了 团员虽然笑着拍下这段影片 但也火无奈 因为领队离谱行径不止这一桩 团员放了一张饭店空警 抛文说 第一次遇到领队自己睡过头迟到 另一张照片 则是领队迷迷糊糊 两个人一左一右夹着 因为他早醉倒电梯里 要人扶着才能走出来 团员苦笑说 应该要跟他收服务费 因为都是我们在照顾他 旅行社回应和证明领队只合作半年 很讶异 这次会出这样的包 将会终止和他的合约 毕竟旅游业服务之上 领队喝得醉茫茫的 还要团员来照顾 实在有损 专业形象 三菱新闻 葛柔张哲豪 薛学华台北报道 再来这个就是很失控的司机了 这是一个客运 他开在国道上 因为里头有两名女乘客 聊天聊得比较大声 那么客运的司机就抱走了 他好生气 直接就把车停在路间 这是国道的路间上 然后就对着乘客呛吓说 你那么爱讲 我就停着让你讲个够 最后还是旁人一再的安抚司机的情绪 这辆客运才有办法继续的上路 好了被投诉的客运司机 今天出面说明 说他真的是情绪失控了 感到非常的抱歉 但被继过处分 我讲到你爽为止 司机这么爽呀 司机呛乘客 乘客也回嘴 会这么生气 是因为两名东南亚国家的女乘客 上了车聊天聊开了 加上位置又是司机右后方第一排 分贝之高 司机受不了 干脆国道路间直接停车 客运司机断了李志县碎念乘客 其他人看不下去来安抚 开车的是他 陈信驾驶立刻被招回总部 因为他们说话的音频 就是比较尖锐 在你旁边的话是三四十分钟 你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很恍合的跟你讲 我觉得这样子 那我也很过分吗 这辆客运从长庚大学 开往台北市政府 两名女乘客上车后 狂聊天轰炸半小时 司机动尾条到底讲够了没有 在国道三重段停车 双方还起口角 一时冲动暴走司机遭到惩处 轻则掉路线 重等化可能被解僻 只因为乘客聊天音浪大 竟然把车停在国道上 犯了公司大忌 尽管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要轻声细语是常事 但司机这一停 延误其他乘客时间 要是停车当下发生追撞 后果不堪设想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台湾地区 刚刚发生一个有感地震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马会为大家来报道 看这个震度是有多大 震央在哪里 特别呢 这个出来了 是在刚刚的6点13分的时候 东部海域所发生的有感地震 那么这个震度 是四级以上的地区还蛮多的 包括花莲台东跟中部 这个震度 也就是摇晃的程度 都还挺大的 所以刚刚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么包括东部 还有中部以北 那应该都明显地感受到 这是台湾地区刚所发生的 最新一期的地震 好 另外一个最新消息 来看新北市板桥 府中捷运站附近的一间旅馆 刚刚有一名年轻男子 被发现躺在旅馆内 他已经是昏迷不醒了 而另外一个房间里头 还有两个朋友 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了毒品 怀疑这可能是个毒品 这两名朋友已经被警方带回征讯 那么另外那个人已经死掉了 年纪34岁 这是我们所收到的最新消息 好 再来看这个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准备搬家搬到高雄去吗 主要到高雄参加钥匙工会的聚餐 结果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 大家就直接叫他总统 还有人这个值个大布条 直接就写着这个 欢迎中华民国下任的总统来 好 在会场当中呢 这个蔡英文就说他非常想要搬到高雄 此话一出 那么高雄市长陈聚也说非常的欢迎 那么至于会不会建议说 你就搬到蓝军的大本营 左南区去拼选战好了 陈聚说是不会啦 不过呢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各个都希望小英主席 能够搬到自己的选区 这样可以拉开选序 高雄优势工会千人相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感受到南台湾的温暖 说他想搬来高雄住 高人级的小英主席指明要住高雄 市长陈聚骄傲又开心 也诚恳的给建议 高雄市民跟我一样 欢迎小英主席搬到高雄 市长说高雄有辽阔的河港 也有爱河的美景 往教区走还有田园风光 都很适合小英主席Long State 美丽的上海河港是高雄的一大卖点 甚至美农旗山和原乡也各有特色 只是2016总统大选在即 是不是建议直接住进 蓝营大本营左南区抢攻雄票 我们大概不会为了选举 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在想选举吧 高雄很多建商 可能要去找蔡英文 看他买在哪里 当然我会建议 最好买在左营或南紫 刘施芳不讳言 希望蔡英文住的 就是自己的选区拉抬选情 因为蔡英文早在2014年10月 为了九合一选举 到台中丰园珠屋Long State 这次蔡英文主动说想搬来高雄 让高雄市民都很期待 小英主席来当邻居 三新闻出局前 黄家平高雄报导 不过另外一个 大家要争取的就是柯文哲 总觉得有他来加持 好像好选一点 可以多吸收一点选票 结果这回民进党之外的 第三势力 真的出现了一个大混账的局面 其中就出现 所谓的柯家军也来参选 为什么说是柯家军 他们就成立了这个东西 叫做进步连线 结果就发现很多 过去在柯镇营的人 都进来要参选 包括你看了 杨时秋 徐清皇 潘建志 跟林小琪 这两个可都是柯继选的时候的发言人 那么再包括柯继选总部组织部的顾问刘坤里等等 好 加上其他的有党 绿党 数党等等 要组成一个进步连线 那么一看就觉得这就是柯文哲的 这个他的这个团队咯 是柯家军要参选 不过今天呢 大家就说去问一下柯文哲吧 柯文哲就强调说 不是柯家军吧 应该是姚家军 为什么 因为呢 原来好在这个进步连线背后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者 就是姚立明 带领来看 2016立委选举不再只有蓝绿PK 全台各地第三势力如雨后春笋冒出来 但总能看到柯文哲团队影子 柯P竞选发言人潘建志将在中正松山对上罗书磊 另一位发言人林小琪考虑在大安区对上蒋乃鑫 还有柯市府连政委员杨石秋 选在新一松山对上老同志费洪泰 也是连政委员的徐清皇 选在新竹市挑战吕学章 强大阵容组成进步连线 外界视为柯家军正式成行 从头单位都不知道 我今天早上才听到说谁要去选 没有柯家军 我看那个是姚家军 姚立明在组织的 我都不晓得 咨询我的人联合在一起就变成姚家军 这一点对那些候选人的独立自主是很不公平的 容易被说有第二个可危 第三个可危 好像如雨后春春一样那么多 可是所谓可危模式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形容现在整合的方法 早就喊出不助选的四部原则 柯文哲切割进步连选参选 他统统不知情 倒是辅选重要顾问姚立明 偷偷早就开始和民进党谈合作 要找五党派素人拿下艰困选区 其中台北中正万华区有数党林嘉玉 对上实力坚强的林玉芳 文山中正潘汉生挑战国民党大党边 赖世宝 柯文哲竞选组织顾问刘坤李 选择新北中和对上张庆忠 无可关牛运动发起人李信长 则是选在永和挑战林德福 不会去听谁任何一个人 或任何一个政党的脚步 我想能违背我的原则 尤其在9和1的话 那个变数更大 所以基本上的压力是很大 一定有竞争嘛 这个谁有意愿 谁有能力为民服务 我们都是非常神经 进步连线来势汹汹 我们身处蓝大于绿的国民党资深立委 也不敢大意 就怕9和1颗P效应 在2016立委选举 再度打破铁板一块 难以势力 三立新闻时期黄家卫特报道 好 刚刚的地震呢 现在规模出来了 它是规模6.0的地震 算蛮大的 然后地震深度26.3公里 这个6.0算不算今年最大的一起地震呢 我们连线给记者范文青 来我们报道 文青 好的 为你掌握最新的消息 在刚刚6点13分的时候呢 花莲外海出现了地震 而这个镇央的位置 是在花莲东部外海 大概是县政府东南方 大约35.8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震源的深度只有26.3公里 它的规模是6.0 是今年以来第二大规模的地震 而上次地震呢 是2月14号 它的规模有6.1 这一次只有6.0左右 而这次的地震 晃动的幅度可以说是非常大 在花莲市有四级 可以说是晃动整个全台湾 包括了这个花莲有五级 那在花莲市的话 有四级 长滨 台东的长滨 南头的荷欢山 宜兰县的南澳 甚至是彰化 澎湖 通通都有感受到的 至少有二到三级 而台北市呢 刚刚大家也有感受到 至少有一级的震度 至于新北市呢 也有一到两级的震度 这是今年在台湾本岛最大的 有感地震 这是目前为你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好 谢谢文庆的报道 这个地震规模有6哦 算是挺大的 那么是今年第二大的地震 好 尤其呢 震度很大 因为那个震度在花莲就有五级 这个五级可以说是摇晃的程度 非常的激烈 那么到底有没有任何灾情 我们随时为大家来报道 另外呢 五星饭店吃到饱 这个吹起了涨风 像是呢 台北市富华饭店的五晚餐 平均调涨70块钱 高雄的圆山饭店 也从580涨到600元 但涨得最凶的是 龙虾吃到饱的军品饭店 一口气涨了400块钱 大火炒龙虾 加入意大利面 西饱汤汁 还有这一道 上汤龙虾鲜甜滋味 军品饭店 龙虾吃到饱 再搭这一克 6盎司牛小排 海陆全餐 原本1980元 现在一口气涨400元 得花2380元 才吃得到 没办法 因为他们有时候都 就是排队要排很久啊 就是你去拿龙虾的时候 要排很久 不可以 太贵了吧 怎么贵啊 2000多块耶 摇头没法接受这高价 军品解释会涨 都因为龙虾 这个龙虾是我们加拿大野生活龙虾 进口龙虾受到北美大风雪 渔船捕捞次数锐减 让龙虾进货价光一只就贵500元 但同样也推出龙虾餐的五星饭店 像是西华则是季节限定活动 定价1100元 而军月则维持600公克龙虾2500元 价格都没调涨 但也有饭店吃到饱跟着涨价 博华饭店午晚餐涨到900元 下午茶也贵60元 在高雄原山大饭店 吃到饱涨幅也有3.4% 是因为物价可能不上涨 或是原物料的部分 那天涨上来的话 不是太夸张 我觉得还要 涨价合不合理 军品表示只要龙虾价格回稳 这块四月中就能恢复原价格 只不过这段时间 想大快躲移 就得多掏几张钞票 三地新闻又不知有凯如台北 采访不到 好 再来看在市政府里头呢 这环保局要把建设局怎么回事 在台中的公园 很多早起的老人家运动 但是环保局去年底下令 说你早上八点之前 公园里头是不能放音乐的 所以早起运动 你不管是打太极 或者是土风舞 这些阿公阿嬷 就没有音乐可放 大家就很生气了 但这一头不准民众放音乐 那一头呢 自家人打脸了 因为建设局 顾请这个外包的工人 帮工员来打扫 结果用的是那种超大噪音 而且还会污染的吹液机 好 这下可就糗大了 那环保局就说 好 那他们来罚建设局 三到一百万 习惯右手向右推 左手拉松看手背 大船跟着音乐节奏 用力开腿 手势左右推展 非常投入 但就怕音乐太大声 又有人投诉 后头阿嬷紧张的来关心 说这个音乐有超过那个 你们的标准 超过你们那个标准吗 今天呢 选哪 同时环保局规定 八点前公园不能放音乐 原本头头放 这下被发现 只好关静音 现场也变寂寞 婆婆妈妈少了音乐 各个眼神表情杀气疼疼 右云手口 外国云 这头也投放音乐 跳土风舞 赶紧关得超小声 没了音乐跳起舞来 就是不对位非常别扭 我说话 这个好像是一个行政命令 就一个动作 大家都不要做运动 你觉得这样说话吗 不说话 只要把他洗什么没关系 我们这样大声 我们一两个洗什么 从去年底开始 只要太早放松音乐 有人投诉就要开罚 不过目前都只是劝导 因为比这个吵得大有人在 工人用吹叶机清扫露面 这位吹叶哥 一边吹一边像跳舞 超有喜感 市府建设局负责 清扫公园的外包工人 也会像这样用吹叶机操大噪音 还会扬成 环保局被自押人打脸 不排除开罚 三到一百万元 三连新闻 城镇到温情园 台中采访不到 好提到这样的噪音 恐怕这个人骂人的声音也太大声了 他是一个恶邻居吗 嘉义市的一个卖绿豆汤的阿贝 他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经常就被他的邻居破口大骂 这个邻居声门非常的大 就一直骂 经常左右邻居都可以听得到 那么这个骂人的邻居 还曾经拿着这个大声工 对着那个卖绿豆汤的阿贝咆哮 甚至还对阿贝吐口水 槟榔渣等等 尽管他强调说 因为他看不惯阿贝的摊子 变成怒骂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发飙骂人 但你骂得太过分哦 也被网友贴到网路上 说要替阿贝讨公道 男子一副凶神恶上的模样 指着隔壁卖绿豆汤的老婆 破口大骂 还不识带张字 而且经常是拉高分贝 一骂左邻右舍都听得很清楚 被骂的老婆头低低的 只能够顾着张罗自己的摊子 担心这么凶的邻居 不知道还会怎么对付他 老婆经常不敢回嘴 没有想到对方变本加厉 骑脚踏车过来撞老婆的花盆 对人吐口水 嚼一嚼槟榔就对着他吐 老婆担心受怕苦 只能往肚里吞 满腹委屈的说 搬来嘉义市这条街已经三年多 今年三月初开始 邻居就开始对他怒言相向 到处找麻烦快把他给逼疯了 甚至拿着大声工对他咆哮 这位身材魁梧的男子 就是对老婆骂人的邻居脸色难看 尽管他一再的辩称是看不惯老婆的摊子 挡住了去路成了路霸 才会发飙乱骂人 不过他的夸张行径 涉及了公然五路 有网友看不下去 把骂人的恶行贴到网路上 要替老婆讨公道 三日新闻 陈昭谷田区达SNG小组 嘉义报道 再来看台中 今天下午一点多 所发生这么惊悚的车祸 有辆载了三个职场 大轮轴的拖板车 从国道向家流道 那么疑似呢 因为这个闸道的坡度带斗 轮轴太重 又没有把它绑紧 结果这三个重达18吨的轮轴 瞬间就从车上滑落 那么拖板车的车头 还因此被压扁了 还砸中了一辆无辜的轿车 就连旁边的分隔岛水泥 通通被砸碎 可以想见证轮轴的惊人重量 只差一点点 两个驾驶就没命 吊车准备吊起大轮轴 一个就重达六吨 现场一共有三个 其中一个还差在拖板车驾驶座 拖板车头被压扁 心想糟了 驾驶大概伤势严重 但他人好端端的 还会挡镜头 流行驾驶坐在警车 回派出所坐笔录 另一头是被他拨挤的轿车 玻璃拨两个 他这个 头是进了 这个凹线 前面那个引擎盖的 引擎通风口破损 陈信教的车主 前挡跟驾驶座 玻璃都碎了 当时人在分隔岛 另一头对象车道 只差一点点 恐怕真的没命 三个大轮轴重达18公顿 连分隔岛水泥都被击碎 却被砸中 他赶紧把车开过来 要早拖板车司机算账 我在对面车搭过来 过来的时候 平常一个下来 他撞到水泥 一块碰上来的 吓到 吓到 这下午一点多 中港交流道下 台湾大道往龙井方向 拖板车载运直场轮轴 疑似因为扎道坡度太陡 轮轴太重 又没绑紧 瞬间滚落 18轮轮轴压扁拖板车头 波及对象轿车 幸好两位驾驶毫发无伤 但意外也造成 台湾大道塞车一个多小时 三天新闻战友是 潘英文文钱员 台中采访不到 另外欠债700万 怎么最后会赔上 一间4000万的旅馆呢 台北是万法的一间旅社 因为资金周转不离 去向另外一间公司借款 本金加利息加钱 不过700多万 没想到呢 因为好几期的利息跳票 对方竟然找来了 20多个人 就拿着这个借款的契约 就整个侵入旅馆了 然后把原有的负责人 跟主管通通赶出去 那么另外还派人来经营 这一家旅馆 业者不甘辛苦 经营10年的旅馆 就这样被对方给抢走 一间准备要提告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恶霸吗 半年之机 看到自己投资的旅店 竟然被人抢走 还不得其门而入 股东们越讲越激动 看到旅馆报警感人 股东们的火气越来越大 差一点和警察吵了起来 会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这张借据 原来会在台北火车站附近 这间旅店有十年的历史 因为经营不善 向一间融资公司 陆续借钱周转 本金加上利息大约700万 契约上写到 只要有一期的利息未付 公司就要把股份和经营权 转让给对方 而且不得有异议 没想到这个月初 旅馆开出的支票跳票 黑衣人马上找上门 对方进驻旅馆之后 原本的招牌被红布条遮住 还看得到名字 不到一个礼拜 招牌全部换新 就连里头的设备 人员全部被对方接收 当然觉得很莫名其妙 因为我要还你钱 你不要 然后你就要我 我整家饭店 我整家的饭店的价值 当然不止这些 借了700万 却被抢走4000万的旅馆 律师表示 公司的股份和经营权 无法移转 还是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 在全公司找人抢饭店 已经涉嫌强制罪和侵入住宅 业者不甘10年的心血 被侵占准备提告 要从各大公司的手上 把饭店抢回来 蔡雪姚小赖志 而关心我们的环境 来看台南美丽的沙滩 遭到对岸垃圾的污染呢 台南社大海费社不定期的 都会在这边来浸滩 但是最近安平跟旗鼓沿岸 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垃圾 瓶瓶罐罐的 浮标等等 你看这么的多 那么仔细看上面 很多都是写着简体字 怀疑都是从对岸大陆飘过来的 而且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让环保团体非常的有形 美丽的海滩居然变成这副德性 志工埋头捡垃圾 好像永远都捡不完 保丽龙 竹竿 罐子等 就像小型的垃圾山触目惊心 量多之外 更让他们讶异的事 还有国际垃圾 最后昨天的都还有臭味 打开垃圾袋 超过一百多个蓝色浮标 上面写着简体字 志工说从去年开始 台南的安平和气谷沿岸 就常常捡到简体垃圾 不用等到台风天 只要风浪大一点 就看得到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垃圾 然后而且绝大部分 是中国来的垃圾 因为都写简体字 由于大陆的海岸现场 志工怀疑这些垃圾 很可能是从对岸飘过来 真的很夸张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环境 否则有一天 美丽的海洋变成垃圾桶 沙滩变成垃圾山 三星李世红台南报道 好 另外来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那么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过世了 其实他是最多次造访台湾的国家元首 有记录的就有25次 其中24次他都住在远山饭店的总统套房 好 那么李光耀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都指明说要喝永和豆浆 而且一定是要无糖的 不过实在很难令人想象的就是 他堂堂一个总理哦 在新加坡呢 大家也可以称为他是国父的人物了 李光耀他是自己亲自提水去冲马桶 让当时服务过他的饭店管家 印象非常深刻 白色西装黑领结 元山饭店总统套房专属管家 左右一个接待贵宾 而且他们两位还服务过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我就说要什么水 我就装了一桶水给他 我就不对啊 那你要水动 我就跟上去看看 原来他是本身在马桶方面 有一些他要冲马桶 那我就赶快接过来帮他冲 这样子啊 招待李光耀21次 在元山饭店资历 31年的领班陈锦生回忆 这位总理完全没有架子 就连水果也要拿自备刀子亲自削 造访台湾总共25次 其中24次都住元山饭店 也借先爱上台湾这一位 一定要我们同仁一早六点清晨 就到永和把这个无糖的豆浆 烧饼油条就摆上他的餐桌上 白台期间总是会和前总统蒋经国一起走走逛逛 除了总统府各大观光景点 就连空军基地和金门 蒋经国也七次导览 1975年双方还签订新光演习合约 进行军事交流 互相信任让新加坡军人远赴台湾操兵演练 蒋经国和李光耀好交情 就连当时紧张的台美关系 李光耀也扮演重要角色 曾经并列亚洲四小龙 台湾与新加坡虽然始终没有外交契约 但在印象中已经存在深厚情谊 新加坡这位建国总理李光耀 跟台湾的渊源是非常深的 不只曾经担任两岸沟通的桥梁 促成第一次的国王会谈 更被说成是两岸之间的调人传话者 那么这一次这段期间 他可以说是访问台湾就有25次 也因为两岸关系 李光耀主张两岸终究要统一 本来跟李登辉前总统蛮麻吉的 但后来呢 因为这样的两岸关系的认知 跟李登辉是不一样的 完全没有交集 最后这个双礼关系 从互动密切就到区域冷淡了 这两位都是这个12年次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位新加坡的建国总理 就这样子走了 那么也看到了那一段历史 曾经这么的密切 这是民国81年 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夫妇访台 由时任行政院长郝博春 外交部长前夫等重要官员 全部到场接机 特地安排参观故宫博物院 看了出来当时李登辉政府的重视 也促成隔年新加坡 孤王首次会谈 两岸首次会谈 李光耀在民国81年的台湾行事关键 借场地保护双方安全 新加坡全包了 不过第一次以领导者身份访台 则要追溯到民国63年 李光耀秘访蒋经国 李光耀先生到台湾来 当时都是很机密低调的 接待的单位是安全局 我们还定为一个有代号的 叫做高棚演习 新加坡建国李光耀来台取经 自此跟台湾建立40年的好关系 台湾更帮新加坡训练星光部队 李光耀以前来得多 主要是安排这个军事方面 视察星光部队 然后讨论情报交换 李光耀一生23次访台 在李登辉时期 台新关系达到最高峰 却因为两岸因素大相径庭 李登辉跟李光耀双里互动 渐行渐远 然后李光耀是要把两岸牵线 最后终极统一 李登辉是我要建立新中原 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国家 扁政府上台 李光耀照惯例来访 双方在台北宾馆会面 却被认为两岸条人 牵线身份再起 李光耀始终否认 因为中国因素台新关系 一度炒上国际媒体 与台湾领导人的互动平板与冷落 关系着台新交流 李光耀在台湾历史 无论褒贬已占有重要角色 三天新闻许为全瑞台北超大 另外来看这样的亲子餐厅 也在搞阶级区分吗 游家在台北市东区新开的亲子餐厅里头 餐点主打高档价位 光一个儿童餐就要299 不过呢让大家不舒服的 就是说儿童餐底下还出现了一个餐点 直白的就写着外籍帮佣餐 199元 那么现在呢这间餐厅呢就被点名说 难道你有歧视的意味吗 怎么会有这种餐呢 这下子店家赶快把餐点的名字给遮盖掉 出面道歉 说当初只是考量外拥有宗教等特殊点菜的需求 菜单上才会这样命名 小块炸鸡排附上面和浓汤 装在米奇餐盘里 台北东区巷斗内清苦餐厅 这样一份儿童餐要价299元 走的是高档路线 但里头不止价格区分 连餐点也分阶级化 儿童餐底下多了道遮盖痕迹翻到背面 隐约还看得到上头的字 原来是外籍帮佣餐 我会觉得有点歧视耶 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外籍帮佣餐 是跟一般人吃的菜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今天进去大家进去餐厅 如果说我有能力带外拥进去一起吃饭 应该他想点什么我都会让他点啊 用餐家长觉得不妥 因为餐厅不止名字取得直白 价格高低之分也让人联想 一份儿童餐299元 餐厅说外籍帮用餐提供的是牛肉咖喱饭 199元 价格竟然比小朋友吃的还要低 甚至比店里头这款百香果塔 单价200元还便宜 外籍人士来 那他们可能会不吃猪肉 就是有关于宗教信仰的关系 这部分的话就是希望就是各位民众能 能接受我们的道歉 餐厅出面之前没有歧视意味 就算是外籍人士也可以自由选择其他餐点 新店开张一个月多引起争议 未来菜单会重新再考量 避免这样不舒服自演 让人看了四眼 三立新闻由博志游凯如 台北参访不到 如果点了大餐又吃到假的 应该会很不爽吧 来看很多老套吃饭 他们都喜欢配一点红酒 可是这喝下肚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调查局新北市调处 日前就查获进口红酒大厂 龙蛇兰公司 他们从97年开始 涉嫌从西班牙 从智利买那些廉价的劣质原料酒 好 买的是原料酒 然后是怎样 分装冒充成高级的法国酒 然后就这样子来卖 好 那么尤其他卖的 已经有四十四万多瓶这么多了 全部都已经被大家喝下肚 而且他一瓶卖多少钱 七八百块钱 可是他的成本只要几十块钱 从十块到几十块都有 所以整余是赚暴利 那么这几年来他不法获利呢 已经是上亿元了 真的是海鲜 杯子拿在手中转牙转红酒的滋味 是许多老饕一定要品尝的味道 但你知道喝下肚的可能都是仿冒酒吗 可以装多少 七度 七度 进到知名进口酒商龙舌兰在彰化的工厂 一个个巨大金属除酒槽映入眼帘 这些全部都是从西班牙智利买进来的便宜劣质原料酒 这些也是那个吗 也是装好的吗 对 装好的 然后没有贴的 还有没有贴的 都是装瓶装好了 放在柜上一箱箱红酒 打着来自法国的原装进口招牌 但事实上内容物通通都洗几 分装好后再贴上自己印制的原厂标签 看起来就跟进口的一模一样 至少已经有44万多瓶被民众喝下肚 分装的过程中 它并没有按照这个是国外知名的酒厂 从木桶里面直接来分流 那它装配的过程之中 它有的是用金属容器来装 粗糙的分装方式 假冒酒可能会有重金属污染的疑虑 喝多可能伤身 但劣质酒商哪想这么多 因为已经流入市面的红酒 其中像是这瓶明日之星 药价700元 成本却只要几十元 暴利至少超过十倍 从97年开始 获利超过一亿元 零件负责人被警方依照诈欺 标示不实等对弦引送 现在将还要继续调查 经销商通路是否也有涉案其中 先说陆江王主新北市报道 所以说我们喝到的酒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接下来三连新闻就带您揭开 酒商不能说的秘密 这些材料很简单 你只要纯水酒精跟色素 好 这三个缺一不可 那最重要就是香精 你加入这个葡萄酒口味的香精 那个味道就可以跟红酒一模一样 专家说不良酒商大赚暴利 成本只要利十元 结果就卖你那么八元 哇 这个成本差了十倍也 但要如何知道是真假呢 只要用实用简去测试 如果是真的红酒 这个实用简马上会变黑 那么如果是假的的话 它还是维持不变的颜色 带您来看 香醇红酒飘出葡萄香 浅尝一杯对身体好 但小心你可能喝的是假货 带您揭开恶劣酒商不能说的秘密 酒精是主要原料 加上一点点纯水做基底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蒙骗你的眼睛 滴上紫色色素再加入红色 蓝色和绿色色素出厂 轻轻搅拌已经接近酒红色 最关键的是这一步 葡萄酒香精两三滴 味道壳蒸红酒真的有落差吗 我们实际到街头实测 民众多半分不出来 在灯光照射之下再仔细看 真的和假红酒颜色都是葡萄红 肉眼几乎无法分辨 但价格却差了十倍以上 也有人刻意混便宜 红酒成本增加一点 但依旧大赚暴利 那是十倍以上 十二十块成本还可以卖到 两百块的售价 那如果是七十块 就可以卖到七百块的售价 外观分不出来 一分钟做实验 就能辨别真假红酒 越多越深 嗯 整个都变深了 食用碱浑水把它加入 真红酒立刻变成蓝黑色 而假酒完全没变 另外把真酒滴在餐巾纸 均匀晕开 但调过了红酒 中间颜色比较深 最后变浅 下一回喝红酒多一个步骤 也许就能避免当冤大头 最终的花真森潘兆文台北采访不到 再来看这个很夸张 你敢动我的卡打掐吗 哇 拿着刀子就来挥舞了 这个地点在哪里 是在台湾大学旁边的巷子里头 好 一位台大的男同学 他在签他的卡打掐的时候 一次不小心呢 他就弄倒了这个穿白衣的 这个阿伯的卡打掐 好 这个阿伯哦 他就非常的生气 不止高声痛骂这名男大生 而且哦 你注意看 我们被我们马赛克的 他手上还拿出了一把 长跃20公分的尖刀 不断的在那边挥舞 好 眼看男大生 被这个阿伯一直逼逼逼 逼到角落 他就一直举高说 不好意思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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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还在骂 旁边很多人想要劝架 可是这个阿伯手上是有刀的 大家都不敢靠近 场面一度紧张 白色上衣的阿伯越讲越气氛 手一边挥舞 一边步步逼近 证明学生 学生被逼到墙角 退到不能再退 手还不自主往前挡 因为实在太吓人 阿伯手上拿的可是长达 20公分的尖刀 我还不敢抢在家拿弹道 你吓什么 你吓什么 阿伯控制不住情绪 举起刀 做事就要一刀砍下 学生吓到脸色发白 声音越来越微弱 附近老板出来劝架 学生双手合十 一边不停鞠躬 阿伯才手起刀子 讲到当天状况 出面劝架的老板也吓了好大一跳 阿伯是不是真的癌症末期 没人知道 附近邻居只知道 他年约55岁 平常就会在这条巷子跟公园 骑脚踏车 把家当都挂在上头 而这条小巷 每天都有很多台大学生 骑脚踏车来这边买晚餐 阿伯可能误以为 学生动了脚踏车 才会这么生气 只是再看一次 只是因为脚踏车被动过 情绪也未免太过激动 索性学生最后好把无伤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三位新闻马家好 谷总台北小萌萌的 我整体事情 也让大家注意到 台大周遭的脚踏车乱象 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那么不止让附近住户很头痛 也让校方无计可失 不知几年来呢 校园内有出现 水源阿伯干嘛的呢 就是专门把学生 违规停车的那些 卡打卡给拖走 那么一天呢 可以拖到上百台哦 九年下来 已经让学生违规数量 逐渐的终于变少了 甚至他们还发展出 二手车的意脉 每一次都还要抽号码牌 可是非常的抢手呢 拿出PDA 先扫描车号 再拍照存证 用蜡笔在柏油路上 写下掉水源 台大学生最怕看到这三个字 因为这代表 脚踏车被拖走了 乖乖停的话就没有事情 但其实有时候会比较随 就是有可能其他的学生 把你的车搬出来 但他又没有搬回去 让学生又爱又恨的 水源阿伯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台大工友 负责脱掉围艇脚踏车 九年多来 风雨无阻 但吃力不讨好 这会不会有职业伤害啊 当然会啊 手很痛哦 还有臭脏 各种语言都有啦 不管三字五字 几字的都有啦 甚至有丢东西的也有啦 吐口水的也有啦 被脱掉的车 一律被送到水源校区 是来找你的脚踏车吗 对 你怎么说被脱的 今天 学生大老远来牵车 嫌麻烦 自然下次就不敢乱停 不止学生的单车 连U-bike围停 都会被水源阿伯一网打进 现场两千多辆单车 将放置两个月 无人领取就会进行二手车拍卖 开放教职员及学生购买 不管好坏 均一价四百元 想买得先抽号码牌 买回的车 还有一周保固 我车乱停就会被拖 拖的话我就很麻烦 就要来领车 然后还会被记录一点 所以他们观念已经有在接受 台大战地广 辟校以来 学生都以脚踏车代步 三万五千多位学生 脚踏车就有两万六千辆 校园外的围停 由北市交通大队取缔 校园内就交给水源阿伯 三内心有许志廷 廖婕渝台北报道 好 差不多最新的地震消息 就在刚刚晚间六点十三分的时候 那么台湾地区呢 发生了规模六的地震 这相当的强 那么强度呢 相当于是半颗广岛原子弹 好到底情况如何呢 尤其在花莲 他们的震度有物击 这可是非常非常的摇晃 我们交给记者许静泰 来我们报道 静泰 好主播 那么今天晚上六点十三分的时候 地牛翻身 全台湾各地的民众 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那么地震是发生在 花莲的外海规模是六点零 深度是二十六点三公里 而首当其中的就是 花莲最大的震度有六级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当时候摇晃的这个程度 真的是相当的大 那么超商货架上的商品 像是一些酱油 还有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都掉到地上了 所以说这个电源呢 是忙着清理地面 那么还好到目前为止呢 花莲的部分 是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那么除了这个花莲六级的 最大的震度之外 台东还有宜兰分别是五级 目前为止呢 也没有传出灾情 而中央气象局是表示说 这起地震是今年第二个 规模六以上的地震 加上呢深度比较浅 所以几乎全台湾都有感 而这起地震呢 是菲律宾板块 还有欧亚大陆的板块 挤压碰撞而成 释放的威力呢 大概是半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 不过呢 这个气象局 请这个观众呢 不用担心 因为每年呢 大概台湾都会发生到 二到三个规模 六以上的地震 所以呢 请民众不用放心 不用担心 那么另外呢 在交通的部分 台湾高铁 目前是全线正常运行 而台铁的东部干线 也是正常运行 那么像是我目前所感 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时间交给彭内出播 好 这是地震的消息 继续要来看台北市的新政 有人要被恐吓了吗 好 台北市政府规划 八年要打造五万户的公共住宅 好 结果这一位呢 都发局长林周敏呢 他在脸书上 PO出了中继宅的基地 好 基地有好几个 那这里呢 就要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公共宅 这是中继宅的基地 预计四月初就要公布了 结果 哇 这位房市民主就爆料了说 有某些议员跟建商很军心不良哦 开始要起顶 这位都发局长林周敏的过去 为什么 就是要把它给弄臭 然后呢 为什么要把它弄臭 就是让这个事情如果不成的话 就好办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们的建案 是在这个中继宅旁边 就是很怕哦 就是这个房价会贬低 所以呢 就要这样子把局长给弄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实际走一趟 位在金山南路上的华光社区 附近刚好是有豪宅在运售的 那么代销他们就坦诚说 房价的确有影响 但是随着周边有商场 有百货的兴建 也能够带动商业的发展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康呢 带你来看 位在金山南路上面的华光社区 未来都发局将改造成中继住宅 不过这可能会导致附近的房价 硬生下跌 距离华光社区不到100公尺 这里就有一栋新的建案 每平120万起跳 堪称豪宅 代售的建商就坦言 确实会有影响 北市多发局选定 10处中继住宅基地 4月初就要公布 包括新荣公共宅 东明公共宅 南港小湾段 陆宝厂 广瓷 锐光市场 华光社区 中益 明伦国小 和北科T17基地 但消息一出 建商和炒房住户都很紧张 还串出有人放话恐吓 柯市府负责的都发局长林周明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开始在收集林周明的过去 因为林周明以前是知名的建筑师 那建筑师一定跟建商有一些合作 所以这合作你想要找一些小毛病 我想并不会太那么难 如果曾经有一点点小的救问局 就把它放大 放大不就搞臭了吗 对啊 那就很简单 把关键人都干掉不就得了 不管是中继宅或是社会住宅 租金行情价都比市价达五到八折 但消业者持乐观角度 赶紧稳定行情 但私下坦诚 投资客确实担心房价会被社会住宅拉下 也许中继住宅相对来讲是减一点点分 可是其他东西都是加分 那他整个翻新 其实对整个社区 的那个四龙的翻转 都是加分的 柯市府想要打造评价房式的念头 反而成为党人财路 面对庞大利益当前 台北市评价房的理想 要实现不是一条好走的路 三菱新闻 这个名嘴出马继继续爆料 说其实在这整个过程有政商关系非常良好的一些建商 他们专门会去找立委或者是议员们希望能够稍微去使一点力 然后在议会还有国会殿堂能够背个这样的社会住宅的预算 那就可以尽量脱啊 就好让房价先不要那么快的下跌 好这名嘴所点名的哦 好 明代买建商的账 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 两方常常因为政治现金在那边牵扯来牵扯去 双方鱼帮水 水帮鱼 继续是我们的最终报道 柯文哲远大目标抛好地盖 便宜社会宅 社会年轻人 老百姓 但传出想赚钱的建商 想尽办法 拜托民意代表 处理一下 能拖延一天 是一天 对的时候都需要靠低建商的政治现金啊 所以这些建商本身跟从高层 从最高层 比如说这个有决策前的一些主席 容易主席 然后一直到立委 然后到地方明代 他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啊 所以一直都有给政治现金啊 政商关系良好的财经人士爆料 明代和建商游入鱼帮水水帮鱼 靠政治现金明代和建商关系牢靠 为了让房价暂时别被影响 希望议员或立委能利用杯葛预算 或是修改法条的方式阻挡社会住宅 爆料人更点明有不少明代 本身就是开建设营造公司 每年光是财产申报 土地建物栏就隆登房产王 比如说民进党 比如说民进党的话 你看王世坚也是 何志伟也是 家里其实都是建设公司 跟营造公司 所以它是不分伴侣的 那这个 包括立委本身 其实都是如此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说 立委张庆东本身 家里就是一个中和的大户 北市议员何志伟母亲薛林 也是立法委员 认为被错误影射 不愿回应 倒是独发局长林周明被恐吓 已经在议会听到不少风声 民党团里面他们有在开一些会 或者他们自己质询 主动已经开始在研发那个子弹 还有那个手榴弹 准备要开始对柯市府开干这样子 选序里面通通都有压力 那你不能说我今天 我反映选民的诉求 然后我今天就是帮建商 这是什么东西啊 推动社会住宅 反弹身浪炉 排山倒海来 意外牵扯建商和政治人物之间 不能说的秘密 那立新闻 黄保通话请台北报道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真的让台北市改变成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那些有立即危险的 违建通通要拆掉 期限就到320 好因为320礼拜五 然后呢过了一个321322 到今天来做检验 结果真的全部拆光光了 你看这样的一个效率 好主要呢 就是因为去年南港的违建 大火烧出了公安问题 当时柯文哲刚上任 他就下令说 全台北市的违建都要清查 而且是那种先有 这个立即危险性的 那些全部列表 然后限期3月20号以前 全部改善要拆掉 否则呢 公确定就帮你拆 好了我们去看了 今天呢 我去看一下226户的违建 如其改善 统统自己拆了 不用再花公堂去帮他们拆了 柯文哲很满意 屋顶全先了 塑胶帆布 倒不了大雨 滴滴答答 全往屋里流 家中闹水灾 阿嬷柜在地板 拿抹布不停地擦 拆下木门板 砖头钢条 只能先搁着 北市府拆违建 不手软 也不是吹啦 那就是希望我们三二几之前把它完工啊 语气透露无奈 无肉偏逢连夜雨 让他们处境堪忧 但公安问题刻不容缓 违建最后和平拆除 科批很满意 但脚步不停歇 一大早又上工了 难道台北市政府没一个前进指挥车吗 不然他就有 十四年前买了一台 那从来没用过 那我说从来没用过 那我来看看 今天早上去验收一下 果然不行 因为只要把那个引擎关掉 柴油引擎关掉 那灯也停了 那个冷气也没有 台北市政府顾问洪志宽 再点书抛照 救灾指挥车便现成会议室 科批直接开启程会 顺便做救灾体检 该救的痛痛不放过 紧盯每个小螺丝钉 都得要好好拴紧才行 三星人组合报道 好 另外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是不是准备要搬到高雄去的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现场的画面 主要他到高雄参加钥匙工会的聚餐 结果在这里收到非常热烈的欢迎 很多人就列出了这个布条 上面就直接写着 中华民国的下任总统 好 那么在会场当中 老雷滚滚 他就想说 那不然我搬来高雄好了 哇 全部欢声雷动 此话一出呢 高雄市长陈局也说 当然我们非常的欢迎 至于会不会建议说 好 那小英就干脆搬去呢 在高雄里头的南军大本营 也就是左营男子区 去聘一下选战呢 陈局市长是说 不会啦 但是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大家都很希望说 小英主席能够搬到他的选区 这样子呢 他的选民呢 就会变成是 这个小英的猝逼嘛 说在高雄很有效 这样可以拉抬选性 带你来看 高雄要是工会千人相挺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感受到南台湾的温暖 说他想搬来高雄住 高人气的小英主席 指明要住高雄 市长陈局 骄傲又开心 也诚恳的给建议 高雄市民跟我一样 欢迎小英主席搬到高雄 市长说高雄有辽阔的河港 也有爱河的美景 往教区走 还有天原风光 都很适合小英主席Long Stay 美丽的上海河港是高雄的一大卖点 甚至美农旗山和原乡 也各有特色 只是2016总统大选在即 是不是建议直接住进 来迎大本营左南区 抢攻选票 刘世芳不惠言 希望蔡英文住的就是自己的选区 拉抬选情 因为蔡英文早在2014年10月 为了九合一选举到台中风源 珠屋Long Stay 这一次蔡英文主动说 想搬来高雄 让高雄市民都很期待 小英主席来当邻居 三星文出局解皇家平 高雄报道 好 为什么要搬去高雄呢 民进党想在2016 一股作气来拼重返执政 而且国会要拼过半 蔡英文喊出考虑到高雄住 要回房南部的绿票仓 主要是因为蔡英文在2012大选的时候 原本估计在云林以南 这块区域至少是可以拿到77万票的 没想到就是要赢77万票 没想到实际票数我们来看 差了有24万票 那差这么多 那么最终以79万票的差距 就这样败选了 好 依旺被视为绿营票仓的南台湾 真的是选得不漂亮 那搬到高雄去如何呢 来 我们看一下在高雄 好 你看别女在2004年的时候 她们可是拿下57%的选票 可是蔡英文在2012年的时候 只拿到51% 所以其实是大有空间的 那么甚至输这个贬履还有6% 好 差距6%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如果搬到高雄 可以巩固或者说扩大 整个这个民进党呢 在南台湾的这个基础能够更大 好 今天跟大家看到呢 这个所谓小鹰跟花妈菊姐 这样的一个相近如宾 好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是搬到高雄呢 在背后有很多的考量 继续来看 小鹰加油 小鹰加油 时间回到2012年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打总统选战 回防南台湾 所到之处选民超热情 结果出炉 蔡英文在南台湾人气 意外没呈现在选票上 毕竟在南部地区大家是拔感情 有时候你很那种大道理 或者是一些好像跟大家有点格格不反而 这个在南部比较不知乡 绿维点出蔡英文 2012南台湾经营盲点 云本绿营在云林嘉义县市和台南市 保守估计至少要赢45万票 结果只赢32万票 高雄屏东地区评估大胜32万票 结果少赢21万票 被视为传统绿票仓的南台湾 整整少赢24万票 南影弥补和南影 在北台湾的票数落差 我要给大家报告 我这里的宣传都在台北 唯一的高雄的宣传就是这个 民进党曾在2004总统大选 创南台湾大赢70万票记录 拿下执政权 把传统票仓投给绿营 视为必然选民可不买账 上次民进党本来是设定 在南台湾的选票 能够超越阿扁 最后不如一期 所以这一次 向高雄 向南台湾宣示 南台湾的热情 要转化成选票 高潮 欢迎蔡英文主席 能够到嘉义来住 因为 南北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但人民进党在2014 县市长选战突破中台湾障碍 蔡英文重整票源不敢大意 把冲高南台湾得票数 当2016决胜关键点 三地球李正道 翁玉文台北综合报道 国蔡英文还有个难题 就是这一次 因为趁着瑞银的气势大好 有越来越多的第三势力 都要出来竞选立委 这怎么瞧得拢呢 特别是不是连柯家军 都出来参选了呢 现在第三势力真的是大混战 好 为什么说是柯家军呢 来看这个当时柯文哲 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的几个幕僚 通通跳出来参选呢 你看包外洋石秋 还有徐青黄 当时他现在也还是台北市政府的 廉政委会的委员 还有潘建志跟林小琪 都是柯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甚至柯竞选总部组织部顾问 刘昆里也要参选 那么再结合其他的数党 以及无可蜗蜗运动的发言等等 哇 这全部组起来的叫做进步连线 有进步两个字 会不会想到民主进步党呢 好 那这个是不是柯家军 都跟柯文哲有关 好 结果我们今天问了柯文哲 他说不是吧 怎么会是柯家军 应该叫做姚家军 为什么说是姚家军 好了 指的就是姚立民 因为在这些人的背后 好 在那边主导的就是姚立民 好 可是第三势力 实在这一次真的是太多了 包括呢 你看有这个民进党的郑立军 还有这个Freddy时代力量等等 范云的社会民主党 以及刚看到的进步连线 好 姚立民在主导 那这下子呢真的是牵涉 到底要怎么瞧 会不会参选爆炸哑 继续来看 2016立委选举不再只有蓝绿PK 全台各地第三势力 如雨后春笋冒出来 但总能看到柯文哲团队影子 柯P竞选发言人潘建志 将在中正松山对上罗书磊 另一位发言人林小琪 考虑在大安区对上蒋乃馨 还有柯市府连政委员杨石秋 选在新一松山对上老同志 费洪泰 也是连政委员的徐清皇 选在新竹市挑战吕学章 强大阵容组成进步连线 外界视为柯家军正式成行 从头段位都不知道 我今天早上才听到说谁要去选 没有柯家军 我看那个是姚家军 姚立民在组织的 跟头我都不晓得 咨询我的人联合在一起 就变成姚家军 这一点对那些候选人的独立自主 是很不公平的 容易被说有第二个可别 第三个可别好像如雨后春春 要那么多 可是所谓可别模式 只是一个形容现在整合的方法 早就喊出不助选的四部原则 柯文哲切割 进步连选参选他 统统不知情 倒是辅选重要顾问姚立民 透露早就开始和民进党谈合作 要找五党派素人 拿下艰困选区 其中台北中正万华区 有数党林家裕 对上实力坚强的领域方 文山中正潘汉生 挑战国民党大党边赖世宝 柯文哲竞选组织顾问刘坤李 选择新北中和对上张庆忠 无可关牛运动发起人李信长 则是选在永和挑战林德福 不会去听谁任何一个人 或任何一个政党的脚步 我想那违背我的原则 尤其在911的话 那个变数更大 所以基本上的压力是很大 一定有竞争嘛 这个谁有意愿 谁有能力为民服务 我们都是非常生气的 进步连线来势汹汹 身处蓝大于绿的 国民党资深立委 也不敢大意 就怕9和1颗皮效应 在2016立委选举 再度打破铁板一块 难以势力 三立新闻 许不请黄教委 太过道 第三势力崛起了 这不只是冲击到国民党 主要民进党是备受考验 特别这位非常资深的 民进党团的总招 柯建民 大家老柯 他还有没有办法 再继续能够当立法委员呢 他已经当了两任的不分区 不能再当不分区了 所以他必须回到他的故乡 新竹市 来争夺那个唯一的一席立委 可是的对手都来势汹汹 好 先不要讲国民党 好 国民党呢 其实像是立委李学章好了 好 过去是他嘛 然后现在包括 时代力量的邱显志 也要在这里选 还有北市联政委员会的 徐清皇 也要在这里选 这个新竹市就选那么一席嘛 我们来看柯建民 当他不是不分区之前 他也在区域选的时候 那时候是多选区 你看他在新竹市参选 好 04年的时候 他是第二名 然后他输给柯俊雄 01年的时候呢 好 他呢是 应该是赢了李学章 好 这几次的这个选举 都可以看到 他是可以赢李学章的 那这回呢 再来参选 到底能不能赢呢 他强调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时代力量 我们都要面对 毕竟这就是时代的改变 柯建民坐证办公室 因为第三势力来势汹汹 2016立委保卫战 提前开打 看起来是艰困中的艰困 对我来讲 面对挑战是 本来就是 真正问题 随时要面对挑战的准备 收起在国会化罪 跟当的霸气 柯总招神情严肃 已经当了两届不分区立委 不得再连任 柯建民积极部署 回互乡新竹市参选 但新竹向来被视为 蓝营囊中物 对手可能有 国民党强棒吕学章 这回还杀出了 红仲丘安律师邱显志 将代表时代力量政党出征 柯家军 北市连政委员会委员徐清皇 也考虑进步连线抢进 瓜分绿营选票 那我也是媒体人 那对这社会议题 其实威胁了很多 那所以我会有比较多的 就是对于 比较适合媒体 或者是到底要参选与否的 这些思考 所以简单说 就是我还需要时间 再来评估 白色力量还在观望 新竹这唯一一席立委 在柯建民死地兵 林志坚翻盘当选新竹市长后 蓝绿版图终于松动 但面对公民力量挑战 不论民进党将征招参选 或再也整合 柯建民下届总招之路 恐怕不好走 再来新闻 林清华 林文富 石兆周 黄世廷 白乔英 新竹台北 综合报道 好 另外又看一个激烈战区 就是在高雄市的左南 就是左营男子这一区 好 这回民进党内 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上一次小港前镇 已经是厮杀得非常的严重了 现在左南区 这里尽管叫做高雄市 对绿营最艰困的选区 可是还是参选爆炸 好 这位呢 就是陈菊的子弟兵 刘世芳 他要去挑战国民党 八连霸的立委黄昭顺 但是呢 我们看到 他现在已经很拼楼 这个图片可以看得出来 90度的在街头鞠躬 很多人说 那做得对啊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他列出来的这个看板 就是跟陈菊之间 毕竟过去 刘世芳是陈菊的副市长 好 两个人很麻烦 可是队上的这个 另外这个 我们所谓 另外两个女人战争的 另外一位 就是议员 林荫荣 人家也是很有实力的 结果你看到 林荫荣贴出来的看板 也是跟花妈 哇 大家都在抢花妈的人气 希望能够拉抬上去 尤其呢 林荫荣 她背后 有包括谢系跟苏系的 结合来支持的 那这场战可好看的 到底是会花妈赢呢 还是这个苏系会赢 可是呢 当事人又把花妈也连在一起 今天这好赞 继续来看 民进党高雄小港前政区 战火从地方烧到中央 杀到头破血流 结果出炉 却还没止血 左南地区 党内继续开打 前高雄市长刘世芳 挑战蓝营铁板块 左南区的立委选举 之前登记初选 市长子弟兵六小福 还打出人海战术 力挺同门师姐 要一起完成 不可能的任务 就是挑战现任的 国民党立委 因为我觉得 他是阻碍高雄 进步的一个力量 刘世芳每天看时间赛跑 大街小巷跑透透 因为民调初选在即 对手 现任议员林荧荣 地方基层实力雄厚 上一次立委选举 出示提升 还差点把蓝天白云 变绿地 你没有武器 空手跟人家打仗 要怎么打 对啊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嘛 对比刘世芳 身世浩大 自己行单引之 身旁没什么大咖站台 林荧荣受访 几度哽咽 觉得好委屈 为了这场仗 准备四年了 就怕前镇小港战火延烧到这 对支持者来说 谁出现已经不重要 最怕分裂伤了和气 对民进党有害无益 三星五年外之周轩 高雄报道 还有谁要选呢 哇这个允许好几次来 抗议天王科四海 去年两度角逐 花莲县长实力之后 他今天宣布要投入 花莲立委的选举 那么开始打理 他的竞选总部 他还夸下海口说 他多年来的抗议生涯 都是威武不屈的 如果进到立法院 就可以打击不公不义 他说他的火力 一定比科P还要厉害 好 这个说了半天 还是要占一下科P的光 然后他说 他是有服务的 因为他把他的住家 就隔成免费的民宿 那大家只要上网去登记 就可以来住 真正的隔壁大便几年 带你自己 试言动算 科四海又来了 这次要选花莲立委 竞选总部抢投降成立 看板是跟儿子的合照 塑造慈爱形象 标语却很猛 要替天行道 而且口气不小 我比科P 更强岸的科董 尽力完对不公不义的事情 所以花莲必须要输到高 要输到高必须要 还求永久 尽力完 自诩抗议生涯威武不屈 打击不公不义 科董一定比科P还要猛 但记者参观正在打理的竞选总部 还有行销新点子 这是阿海休息站 这是五星级的佳季吗 没有 你差不多五万多块 推出号称五星级的阿海休息站 有温馨床组 休闲桌椅 雅房三间 吸引外地游客 帮花莲拼经济 上脸书粉丝团登记 就能免费住宿 还有阿海小市集 一楼跟骑楼 大约40平 提供摊贩 免费摆摊 凝聚人气 抗议天王想改走政治路 尽管两度角逐 花莲现场失利 还是屡败屡战 三连新闻 陈俊宏高秋平 花莲采访报道 好 大家还关注了 是什么 到底是哪一天选 现在已经确定了 总统立委是合起来一起选 而且在明年的1月16 好 那么定出这样的日期 刚好就是大学生的期末考证 严重影响到学生的投票权益 今天中选会主委 刘宇舟到立法院备巡 立委就炮轰说 你这样做根本就是 忽视学生跟劳工的投票权益 还有立委要求干脆把投票日改到这个礼拜天好了 不过刘宇舟强调说 会定1月16号 已经是经过多方的考量协调 说这个日期绝对不会更改 这么重要的统计资料 你事前不知道 事后不知道 立委高分被开炮 因为全国手头组有多少人 中选会竟然一问三不知 而2016总统立委合并选举定在1月16号 有多少劳工因为上班无法投票 劳动部同样状况外 调查也不调查 连罚过的有多少你们也不知道 连明年总统大选是大周末小周末 你做一个劳动部副部长 到内政委员来报告 你都要人家提醒你 1月16号投票日刚好碰上期末考州 20所大学学生已经串联要罢课抗议 相同状况 2012年已经上演过 执政党遭质疑是选举奥勾 要让学生网军有票没时间投 为什么不是17号你要16号 如果你是到17号 多一天的时间不是很好吗 他可以卡榜可以收拾 教科书可以签签 学校宿舍读外可以签签 这个是常识 投票日决策挨轰考量不够周全 就连执政党立委也有意见 这些闲务人有50%的闲务人员 他们就不用去投票了 他们有可以在他的工作地点投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如果人这个都要考量的话 我们很多事情大概是很难办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最适当的时间 为了抢票 蓝绿各自盘算 希望潜在支持者有空投票 但中选会被轰的满头包还是不动如山 坚持2016大选定在1月16号 在内新闻学部就黄教委 台报道 今天有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国营事件董事长的大班峰 好 那么经济部长邓正中了 今天被选的时候 他就证实了说 对 台延的新董事长 就是杨秋新 好 这已经发布了 由前政务委员杨秋新来接任 好 杨秋新选不上这个市长 好 现在武当属正中走 这样的人选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呢 立委就直议说 这根本就是马总统安插自己的人马 任命案根本就是一个仇佣 好 不止如此 上个礼拜我们来跟你讲 这个台湾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 那么要换之前的苗栗县长 也要来当 结果今天这个谁 这个阮刚某他就说 什么 我要下台吗 我还没有被告知 那到底是刘正宏真的要接来 要接这个台湾自来水公司吗 好 今天经济部长 在立法院一再的被轰 你看 自来水董事长现身立法院 澄清自己没有要走人 博士刘正宏接任是空穴来风 本来传出要下台的 通通被轮番叫上台 那你什么时候被告知要下台 我在农历前大概十天吧 国一农作一个一个排排站 要粉碎政治酬庸的传言 但台湾董事长确定换人 由前政务委员杨秋新来接任 你说马英九没有交代你 他没有交代我 他请别人交代你 他没有交代我 因为我回答你 明明要接台言却讲成台水 可见这项人事案 主管单位经济部长 有多不熟悉 长江万里千里必有一区 没有所谓的委屈 没有委屈 被质疑马总统主导人事案 不止杨秋新一个人 台言由杨秋新接任 台水外船是前苗栗县长刘正宏 纯明董做内定前总统府发言人 范姜太基 怀能海运是前新竹市长许明才 但里头就属这一个人最尴尬 被告知做到什么时候 3月20号 被告知做到3月20号 是 那今天几号 后来是因为 接任的人他不行 接任的人不来 所以叫你继续做 是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一个垫背就对了 人家不来 所以你继续做 这个是侮辱你嘛 董事长 明明被告知做到3月20号 却因为范姜太基 临时不来了 所以得继续顶 国英董做本来是 拼绩效的职位 却被外界质疑 沦为安慰失忆政客的地方 三天新闻 林文富白乔英台北乔布道 而今天国际瞩目的就是新加坡的建国总理 堪称是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先生 他过世了 好 他任内呢 可以说是把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一个全世界的非常有名的这个城市国家 我们光看他所带领的这个任内的GDP呢 从这个1980年代 当时呢 新加坡还是6557美元 一路的爬升亚洲四小楼 他一向都是居贯 一直到现在呢 2013年到2013年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5万1000多美元的任均GDP了 那么对李光耀来说呢 当然他有很多的一个治国理念 他也强调说 要谈领导人的话 如果没有人怕我 那我就没有价值了 他谈他的铁腕治理 很多人说他们不够民主 但是他说想跟我对干 得戴上纸环 纸节同环 他谈政敌呢 他提到说 你跟我斗 我拿斧头 我们死胡同建 好 这个是李光耀 尽管呢 新加坡呢 在这个新闻自由程度上呢 都比较殿后 但是呢 他建设了这样的一个高的人均GDP 也是备受瞩目的 尤其他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李光耀跟我们的李登辉前总统 过去呢 可以说是远远非常的深厚 在当年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他也曾经担任两岸的沟通桥梁 促成了第一次的孤王会谈 也被说是两岸之间的调人跟传话者 不后来就是在两岸的这个议题上呢 他跟李登辉出现了歧义了 他自己建国了新加坡 但是呢 他对于台湾的独立这件事情 是无法认同的 所以李光耀李登辉 这双列之间渐行渐远 带你来看 这是民国81年 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夫妇访台 由时任行政院长郝伯春 外交部长前副等重要官员 全部到场接机 特地安排参观故宫博物院 看了出来当时李登辉政府的重视 也促成隔年新加坡孤王首次会谈 台湾跟大陆终有一天会统一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但是所以他后来极力的奔走 所以促成了1993年的孤王会谈 那个是历史大事 两岸首次会谈 李光耀在民国81年的台湾形势关键 借场地保护双方安全 新加坡全包了 不过第一次以领导者身份访台 则要追溯到民国63年 李光耀秘访蒋经国 新加坡建国李光耀来台取经 自此跟台湾建立40年的好关系 台湾更帮新加坡训练星光部队 李光耀以前来得多主要是安排这个军事方面 视察星光部队 然后讨论情报交换 在李登辉时期 台新关系达到最高峰 却因为两岸因素大枪径庭 李登辉跟李光耀双礼互动 渐行渐远 李光耀是要把两岸牵线 最后终极统一 李登辉是我要建立新中原 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国家 扁政府上台 李光耀照惯力来访 双方在台北宾馆会面 却被认为两岸条人牵线身份再起 李光耀始终否认 因为中国因素台新关系 一度炒上国际媒体 与台湾领导人的互动频繁与冷落 关系着台新交流 李光耀在台湾历史 无论褒贬 已占有重要角色 375许回程 台北超大 现场消息来看 由协认立委 许舒博 周首逊等人办的春酒宴 现在在金华酒店 洗开五桌 邀请了立法院长王金平 还有十多位 现任国民党立委 可是上个礼拜 立委不是才刚连述 邀请朱立伦酸总统吗 这个时机 跟王金平的这样的聚餐 格外显得敏感哦 那么大家就说 这些人就是要 拱王金平参选总统 是吗 我们连线给现场记者 白乔英 来我们报道 乔英 好 各位观众 虽然现在国民党的 总统参选人 还没有正式扶出台面 不过各路人马 似乎已经开始动作 平平了 今天晚间呢 就在台北市的金华酒店 由前立委 许舒博 周首逊等人 号召了50多位 现任的立委 以及还有现任的立委 一起齐聚 一堂 名上是要来喝春酒 不过呢 也被外界认为 是一场拱王大会 但是刚刚王金平说 一切都以平常心来看待 但你一下他怎么说 你们不要多讲就好了嘛 你们有平常心来看待 这个事就好了 盛情难去 是啊 这个同事那么久了嘛 大家都有相当的 友谊跟感情嘛 所以 大家的聚聚总是好事情嘛 那如果等下 大家供你选总统怎么办 这种事应该不至于啦 会不会的立委会不会当场拱王金平选总统呢 王金平刚刚表示说应该是不至于啦 不过呢 刚刚各个卸任的立委 黄一娇则是率先提议说 其实王金平是最适合台湾的总统 像王院长 我觉得他很适合 因为他长期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 副院长 院长 这么几十年 他各界对王院长的印象是说 他是有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 因为他当院长 他本来就应该跟蓝绿 朝野他都要倾听 所以他过去所作所为 刚好他这个个性啊 目前刚好适合 适合国家未来四年 必须要朝野大和解 南北大和解 贫富 对立 世代对立 两岸的对立啊 刚好王院长的个性啊 很适合这个 我们不是在选一个圣人 也没有圣出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来吃饭呢 会不会格外的敏感呢 刚刚立委们都说 其实不怕被贴上标签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滚王大会 似乎是还在进行当中 以上来自信仰军期情 再把时间赞还给您 好 另外来看呢 这个马好时代的救灾车 十四年来 哇 只用一次耶 那过去呢 你花了工躺 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引进来 你都放在那边 不用干嘛呢 好了 柯文哲呢 要检讨这个问题了 那么为了检讨 复兴空难的救灾呢 今天就在这里 开指挥这个会议 然后呢一边演练 也让这个复古版的 救灾指挥车曝光了 那到底还能不能用啊 代言之急 整个城市都是 柯市长的办公室 为了边演练边开会 柯文哲带着三位副市长 在复古版的救灾车上 检讨复兴空难 救灾SOP 后来我就问说 难道台北市政府 没有一个前进指挥车吗 后来他说有 14年前买了一台 那从来没用过 因为只要把那个引擎关掉 柯文哲口中老扣扣的 救灾指挥车 就是这台 缓缓开出消防队队 传说中的千万救灾指挥车 有游览车改装 九二一地震后 民国九十年 当年的台北市长马英九 砸下一千五百万购买 座椅是高级沙发 后方有开会的办公桌椅 打开小门 还有可以躺下的床铺 犹如小型的指挥中心 不过看看仪表板 十四年来 里程数还不到一万公里 车头播放器 还停留在音乐卡带时代 通讯器是传真机 不过消防局有话要说 后面的这部指挥车 也曾经在陶磁台风的时候 支援过宜兰的这个 游览车翻覆 那个山谷的一个意外的救灾 古董级救灾指挥车 明年就到淘泰年线 柯文哲摸刀霍霍 这回要打造快速便捷 又实用的新救灾基地 三里新闻时尚中 黄世霆台北报道 另外2015年国际自由车 环台赛第二站在桃园 总共有26个国家 23只队伍100多位选手参赛 有些路途是比较艰难的 带你自己 鸣笛声一下 装备齐全的自由车手 从7点出发 不会风雨 自由车手各个往前冲刺 2015年自由车环台赛 桃园第二站 有100多名来自26个国家的 队伍参赛 从市府出发 总共经过13区 137公里 桃园市长郑文灿举行开幕活动 他说这段路程不容易 有贫路有爬坡 还要经过市区海线跟山区 不过却可以看见美丽风景 经过的大溪跟龙潭这一段 石门水库 这个沿线可以看得到 石门水库的风光 那从大溪上复兴 也可以看得到泰雅族的文化 那这一段是爬坡 那也是重大考验 为了赛事 主办单位跟警局配合 沿线做好交通管制 只是起跑这天 风大雨大 对选手来说 可是一大考验 这次除了希望 每名选手都能发挥实力 起出好成绩 也希望环台赛 能跟环罢赛一样 成为世界重要赛事 三地新闻综合不导 这名导演张作季 涉嫌在去年性侵女编剧 被判刑三年两个月定验 今天在律师的陪隆下 首都现身 谈到老母亲 在媒体面前流下了男儿泪 律师顾立雄 列出了多处的判决疑点 尤其强制性交罪的要件 是不符合的 法院贸然采用 他们痛批 根本是太离谱了 还有知名艺术家 草菅名一生 今天86岁大寿 高雄美术馆特别举办 点点啪 下压同时慢慢地放弃 地没有为止 你们的手机套就完成了 好不好 红色点点气球 吹满气 拿一只手机往下压 摇身一变 居然变成手机套 手机套装上去之后呢 有三个功能就会消失 手机气球合为一体 只是整只手机 都被气球包裹住 想听音乐拍照 可能就不好意思 但大家还是玩得很庆幸 原来这是庆祝当代艺术家 草菅名声的生日 高雄美术馆特别举办 点点party 大人小朋友 一同感受点点的魅力 人手一个色彩缤纷的气球 努力制作成南瓜 再用签字笔装点 独一无二 每个人都变成艺术家 自己动手做那种 他们的南瓜 鼓励那个南瓜 就觉得很有趣 用这个气球的造型 然后来教大家 做点点南瓜 也算是一种艺术美 一起用力啊 好 很棒啊 现场还提供 捐印的体验 人手一个红包带 巧手一拉 染上大小不一的点点 可爱极乐 多元丰富的圆点派对 透过游戏 了解艺术家的创作理念 也让艺术充满活力和乐趣 蔡秀许世良高雄报道 受到东北击风的影响 今天北部下雨 石门水库在人造雨的帮忙之下 终于有小径帐 水位上升12公分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